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有一句俗话说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合理 但是呢 在我们的社会里却的确可以看到 不少人呢常常仗势欺人 伶牙俐齿 处处不让人 当然了 我们也不难看到很多的人 以低姿态谦虚的态度来待人 那么谦虚的人是不是很吃亏呢 让我们恭祝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专门欺负善人好人 专门找的好马骑 坏马我不敢碰他 不敢骑他 在我的周遭的 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弟子 好的 我所谓好的 也就是呢 容易接收我的忠告 或者是呢 容易啊 听懂我的话的人 像这样的人呢 我常常找他们 另外呢 有一些人呢 我经常在背后骂 不是背后骂 在人后骂 在人前也会指责 有一些人呢 在人前不能指责他 在人后 也就是在其他的背后 当了单独他个人的时候 也不能够指责他 因为这些人呢 你一指责他 不得了 他不一定 不接受你之外呢 还会恨你一辈子 那有的人 就是好人 就是说 他听到我骂他呀 他非常感谢 感谢的跪下来 甚至于流眼泪的感动 认为被骂得好 除了师父骂 没有另外的人骂了 昨天晚上 我还骂了一对夫妇 骂完以后 他们两个人呢 跪下来 感激 感谢师父 但是呢 这种人是很难见到的 随便看到一个 不听话的人 不受教的人 你骂他 不得了的 已经不受教了 你还能骂他吗 已经不听话了 你还能骂他吗 那只有求他了 往往遇到啊 那一些人呢 相反的一些人 我就要说好话 我要采取低知识 常常要说对不起 甚至于要我跪下来 我都敢了 为什么 必须要跪下来求他的时候呢 他觉得 师父已经承认错了 我想我要可怜师父了 那就接受师父的意见了 所以 好人 有人骑 好马 有人骑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专门欺负好人 专门呢 什么 这么骑好马的人 但是啊 好人 好马 是不是吃了亏了 这个问题是在吃 比如说我昨天呢 那对夫妇 我在不了解他之前 我不敢骂他 他 非常的坦诚的 来 告诉我师父 他自己是 怎么样子的 需要师父的帮助啊 他是 怎么样的情况下 弄到这个样子 是痛苦不堪啊 如何的 请求师父来帮助 我这个时候呢 用软话 用 这个劝的话 没有用的 要下猛诱 才能够醒的 骂了以后啊 就 感动了流眼泪 那么像这样子的人 骂了是有用吗 有用啊 他被骂了以后 他的人生 就转利点啊 就从此开始 那有一些人呢 你给他劝都不容易劝啊 求都不容易求的上的 那这一些人 我大概不敢碰他 我见了他 阿弥陀佛 你好吗 你真好耶 我只有这样子 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 你要 这个正面的 你说 你大概是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没有问题 你这样子不行啊 我怎么不行啊 他们不行啊 我们有问题 都是他们有问题啊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只有说 啊 是 是 你 你对 你对 人家是有问题 这个 我们大家来想办法吧 一起来改善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像这种人 他自己得到的利益吗 得不到 只有临时一时间 感觉到 自己 很有尊严 自己呢 很 能够有自尊心 这是一种虚荣的自尊心 不是啊 真正的 自己呢 名副是 其实的 一种自尊心 所以 这种人 是好人呢 还是坏人 对我来讲 无数位好坏 对他自己来讲 是个坏人 因为他自己啊 没有办法 得到好处 得到利益 而 自己害自己 自己整自己 自己使得 自己痛苦 自己的 使得麻烦 甚至于一辈子 没有希望 转变 为什么 他很强啊 所以是呢 是这样子的人 因此 我要下面要讲的 一个谦虚的 一个 能够 忍耐的 能够啊 接受 其他的人呢 警告 或者是 劝告 或者是 甚至于 遮骂的 这种人 是非常好的 孔夫子都说 闻过 就喜 有这 改之 无这 加勉 这 非常好啊 人家 对我们的批评 好不好 都是 感谢 那你 真是 是一个 大菩萨 受益者 如果经常啊 仔细 让人家一看了 就害怕 给人家讲话的时候啊 人家 不敢 回你的嘴 那你这个人 仔细 要想 我是一个恶马 我是一个恶人 因为 人家都不敢碰你了 在这种情形下 你得到的 一处是不多的 还有一点呢 如果说 我们经常啊 被人家欺负 欺负的 有道理 而是自己 心甘情愿地 被欺负 这是菩萨行者 如果说是啊 自己被欺负的 莫名其妙 而且被欺负的 人家 不知道是欺负你 你自己也不知道 是被欺负 这个才是啊 愚蠢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